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 很高兴各位来到合必日语的频道 要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 麻烦各位一定要记得要订阅 各位的订阅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如果你要下载PDF资料 麻烦你上网搜寻合必日语 在我们网站里面的分享资料库当中就可以下载了 万一你记住网站之后你找不到 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网站里面这个搜寻的功能就可以找到了 好再另外麻烦各位加入我们的LINE Telegram 脸书还有IG 再麻烦各位加入一下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各位大家好 很高兴何博士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们在初级的时候 第一个遇到的助动词 也就是美化助动词mas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他跟masho masho ga跟masen ga 他到底差异在哪里 好我们一起来把它看一下 各位我们看一下 动词的连用型加上助动词mas 所以这个mas是加在动词的连用型后面的 那这个连用型就是连接用言的形态 连接用言的形态叫做连用型 然后这个用言指的就是动词 形容词跟形容动词会变化的叫做用言 然后这个masho它算是一种助动词 所以它也归类于动词 所以我们叫做用动词的连用型 连接用言的形态 下去加masho 所以这个是在课本当中 首先告诉我们的masho应该要加在动词的哪里 好那我们往下看 所以各位我们说masho它是一种美化助动词 它让动词听起来更美化更优雅 但是因为它毕竟是助动词 所以它也有命令型 你看哦 比如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各位这个masho就是一种命令 但是这个命令型它并不是只有表达命令 它是表示一种期望 希望你进来的期望的意思 所以它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是期望你进来的意思 期望你出现在这里 然后这いらっしゃる就等于いる いる的尊敬用语 所以整句话就是 我期望您能够来这边 所以叫做欢迎光临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好再往下看 所以各位那这个masho它表示什么 它表示的是一种 第一个てい 它表示一种敬意 第二个它表示一种ていね 它表示一种客气 所以各位这个ていね 是长音哦 所以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 ていね てい 有没有那个长音一定要拉够拍哦 这样子听起来才是标准的哦 所以各位你看哦 たべる跟たべます 它们在意义上有没有差异 完全没有差异 用的地方有没有差异 有一点点差异 たべる是比较跟朋友讲话 たべます是比较跟不认识的人 跟客气跟客人 跟长辈讲话的时候呢 你就用たべます 所以各位很多人就批评说 哎呦 拜托 拜托 人家日本人 どうも讲たべる 跟朋友どうも讲たべる 有谁在讲たべます 讲重话的人 就是不知道日语教育的重要 各位 如果一刚开始 都不认识的人 你就跟他讲たべる 我保证你没朋友啦 因为我都不认识你 一开始就跟我讲たべる 表示你很没有礼貌哦 那不是亲切哦 那表示没礼貌 所以我们日语教育 一定要一开始 一定要教たべます 然后你以后才可以用たべる 要不然你一开始就用たべる 保证没有人跟你讲话啦 所以不要说什么 日本人都不这样讲 你为什么日语教育要这样学 日语教育一定要这样学 一定要这样教 不然你在日本绝对交不到朋友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哦 好 大家往下看 那各位 ます怎么来的 原来他是这样演变来的 他是从マイラスル 一刚开始 古语的地方 古语的时候 一开始是マイラスル 所以我们说餐间 那个餐 有没有 マイラスル マラスル 那又变成ますル 又变成マイスル 在后面最后面 才变成ます 所以各位从这个字来的 餐间的餐 マイラスル 所以他加在动词的后面 就是表示客气 表示敬意的意思 是因为他本来就是 是マイラ 从这个字来的 来 所以各位我们看一下 哦 masho 他到底是什么来的 我们在初级的时候 就有学过masho了 所以各位 masho是这样来的哦 他是mas 加上意量助动词 然后呢 masu masu 不好念 所以就变成masho 再加u 才会念成masho 是这样来的 再来哦 他表示要约 要去约别人 一起做某事的时候 要邀约别人 邀约别人 一起做某事的时候 来我们看一下哦 比如说 一緒に日本に行きましょう 让我们一起去日本吧 行きましょう 这个U呢 我们把它翻译成吧 让我们一起去日本吧 那这个masho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为什么呢 他只是美化 他美化了意気 然后呢 这是美化 然后这个才是吧哦 所以呢 动词美化 吧 是这样来的 一緒に日本に行きましょう 那当然这个一緒に 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这个ni 是父子的ni 然后这个ni 是目的地的ni 两个ni是不一样的哦 一个是父子的ni 一个是目的地的ni 让我们一起去日本吧 再来我们看一下 他说呢 よかったら 一緒に帰りましょう よかったら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您也好的话 如果方便的话 一緒に帰りましょう 所以你看哦 这个也可以省略 所以你可以说 よかったら帰りましょう 我们一起回去吧 一起回去吧 好 再往下看 就活は大変なので お互いがんばりましょう 他说呢 就活就是就职活动 找工作了 就活 找工作 非常的辛苦 大変なので 这个ので是 表示原因 然后这个那 是从大变来的 大変だ 为了要加ので 为了让他好念 所以变成 大変なので お互い 这是副词 互相的意思 お互い 副词哦 がんばりましょう 一起努力吧 一起努力吧 那当然 这个副词 就可以省略了 就活は大変なので がんばりましょう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好 再往下看 各位 我们看一下 就活 那其实就是 就职活活动 就职活活动 可是各位 在日本 现在很流行 这句话 叫做就活 就是呢 中火 什么叫中火呢 就是你要 到了老年 你要 讲难听一点 讲明白一点 就是 去世之前 你要过什么生活 退休后 去世前 你要过什么生活 就做就活 就活 所以你看哦 就活とは 什么是就活 人生の棚下ろし 残りの人生を 生き生きと 好 我们看一下哦 那这里有一个 遗言书 有意公秀 我们看一下 他说呢 就活とは 就活とは 什么叫做就活 他说呢 就活就是 就是呢 人生の棚下ろし 就是把人生 人生从架子上面 拿下来 棚下ろし 从架子上面 把它拿下来 棚下ろし 然后呢 残りの人生 把你剩余的人生 哦 生き生き 这个生き就是 活得精彩的意思 所以生き生きと 这个生き生きと 是表示副词 生き生きと 生きましょう しましょう 的意思 所以这个生き生きと 让你的人生 最后的人生的旅程 过得非常的精彩 非常有朝气 有活力 然后各位 遗言书 这个遗言 这个字很特别 他念成 遗言 遗言 这个字非常非常的特别 你把它记起来一下 遗言书 再来 好 那各位 マショーカ 是表示什么呢 这个マショーカ 这个カ 是本来 它是表示疑问 但是呢 在这里是表达 客气的意思 所以它表示什么 客气的询问对方 我可以这样做吗 或者呢 我可以帮你 什么什么 妈 好的意思 所以呢 マショーカ 是这个意思 所以 寒いですね 窓を閉めましょうか 好冷哦 让我来帮您 把窗户关起来吧 窓を閉めましょうか 再来 一緒に病院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让我陪你去医院吧 一緒に病院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好 而且呢 它不只用于呢 帮对方做某事哦 它可以用来 邀约对方一起做 邀约也可以啦 所以你看哦 kissar den de kohi yo no mi masho ka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 这个咖啡厅 饮茶店 去喝个咖啡呢 所以哦 你看哦 这里 不是只有 我为你喝咖啡哦 不是哦 是一起去喝咖啡哦 也可以用在于一起去哦 再来 那如果是masenka 是用在什么地方 是客气的邀约 对方一起去做某事 客气的邀约对方哦 所以你看哦 一緒に花見に行きませんか 你不要一起去赏花吗 不要吗 因为呢 用否定来问 会比较客气一点 那这个masse 就是从mas变来的 那这个un是从nu变来的 否定主动词 所以就变成masen 这样来的 所以呢 你不要一起去赏花吗 邀约别人做某事的时候哦 再来 土曜日你映画を見ませんか 礼拜六不要去看电影吗 你不去吗 邀约对方做这件事情 不要去吗 比较客气 好 再来 那各位 那你一定会问说 那masho ga 跟masen ga 到底差在哪里 来 如果一定要讲的话 masen ga 比较客气一点点 因为呢 这个masho 这个u呢 就是表示你自己的意志 这个u呢 有表示自己的意志的意思 所以硬要比的话 masho ga 比较没有那么客气一点点 所以呢 食事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跟食事に行きませんか 这一句 比较起来 比较客气啊 因为这一句 如果你用了u 就表示自己的意志在里面 所以好像有一点点 强迫对方 他不去不行的感觉 但是呢 如果是masen ga 是完全问对方的意志 不要去吗 所以会比较客气一点点啊 好 再来 好 各位 第二个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看哦 masho ga 通常指的是马上 masen ga 通常指的是未来啦 所以你看哦 食事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指的是 现在我们去吃饭吧 那食事に行きませんか 未来某一天 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呢 所以我跟你说 很多食事就是问客啦 根本没有想要跟他去吃饭啦 但是呢 问一下这样子的 我们改天去什么吧 这个改天就是没有要去的意思啦 对不对 改天就是没必要嘛 可是呢 又 那个情况又不约又不行 那所以呢 约一下 但是呢 通常那天就是那天不会来啦 通常不一定会去 但是呢 masho ga就表示呢 现在马上要去 现在马上要去 所以呢 这句话是表示未来 这句话是表示即将 现在马上的意思 好 OK 那就拜托大家一定要订阅 并加入我们的line at 我们常常会分享讯息 那个比如说日文的学习的讯息 日本留学的讯息 再麻烦各位加入一下哦 请问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您现在还有票